你沒事吧, 將我, 錯了嗎? 錯了嗎? 再將, 我有句詩 九哥, 你有沒有搞錯? 我一宿圈巡間就像一隻狗一樣 你在這裡捉棋? 食居, 沒棋? 不要這樣, 快一毛… 你不要聽我說話 幹什麼? 幹什麼? 本來是你和我去巡間 你真厲害, 碰到我去幫牛夫人 外交搬棋 你自己打個白鴿鑽之後 就回來這裡下棋 你怎麼搞的?你肚子敲肚子 你就離譜了 你比我高就能亂說話 你是私底, 我告訴你 我以前也被人亂說話 和我牛局長的爸爸倒屍倒鑣又怎樣 那你只是打個小子 怎麼知道?我現在比你高, 怎樣? 幹什麼? 做小子就行了, 工作了, 這麼多聲氣 不行… 幹什麼?山芝莫入眼嗎? 西關首富金老闆和女兒, 你不認識嗎? 誰會認識? 有錢有什麼用, 旺財旺丁 臨老只有女兒, 看老母子送中 話說回來, 我收到風 老公說這個金老闆打算招上門女婿 你們三個可以上 說不定吃屎吃作豆做上門女婿 做上門女婿小奮鬥十年, 想想 你也要殺我嗎? 我是男人, 要尊嚴的 做人上門女婿, 沒地位, 沒身分 生兒子也跟人性的 阿九就對了 我對, 要我入罪不讓我死了 有錢大了, 一點尊嚴也沒有 對了, 你沒有尊嚴的 而且你的樣子像吃拖鞋飯 你去吧, 嚴飯 你撞他, 你吃拖鞋飯 你還要死吧 有錢… 還要光顧什麼?吃什麼? 來, 光顧一下 吃什麼? 吃了 你還沒點菜 你還沒帶我, 這裡大家上去認屍 拿去… 不是, 七哥 認屍這件事一向你做的 再說, 我剛好和員工回來 飯也沒吃 在這裡結結結結幹什麼?不想混 原來原來你媽生 你遲到我們師弟不奮氣嗎? 是呀, 你師兄怎麼樣? 師兄的大大大… 大家同事…小腳… 阿九哥, 你才吃幾個菜 我抓了一整天, 還要光顧什麼? 吃飽了…不吃了 阿九, 回家找回家 七哥, 八哥 喂… 你只是瘋子而已 誰? 你還沒結帳 是嗎? 你真是瘋子 八哥, 不用把偶面拉好 我看好你, 你遲早會含於翻山 到時候再威過他 行了嗎?我不是誰? 我是你的 四人三六, 夠溫我笨了, 算了 現在是一四七, 連應師都要我做了 真是真正 不過可惜, 不想換到這輩子 不是吧?小便要成年 進來吧 謝謝… 前面坐吧 好…行了… 你倆為何會在這裡呢? 我知道了, 又說沒有地位 又說沒有尊嚴 原來還是想小奮鬥十年 你真是真是很厲害 又說不喜歡吃軟飯 你來幹什麼? 那倒是吧, 我們來關你鬼事 我們不可以來這裡照顧熱鬧嗎? 由我們在這裡, 你沒機會了 走吧, 睡覺走 走吧 走什麼走?我就是不走? 吹人 走啊 不走, 別管了 先搞定那三個騎乎怪 我跟你說, 我是警察 今天來辦案的 你馬上走 我們沒有犯事, 為何要走? 是呀, 幹嘛要走? 是呀… 怎麼還有三個? 可能他們有事先走了 是呀… 好了, 你們三個 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吧 高老闆… 我叫張富貴 喂, 你別看我有點發福 正所謂肥人有肥福 有福才能獲得你們金家 金老闆 金老闆, 我叫黃蝦 你別看我這麼矮 正所謂矮子多矮 你和你生孫子也會精靈很多 最重要的是我這麼孝順 沒什麼不良嗜好 做你女婿就最適合了 金老闆 到你了 金老闆, 我是黎秋水 你黎秋水? 不…我的名字叫黎秋水 我是高大威猛 到時候生孩子出來都高人一等 還有我又擔得又抬得 不會像有些人一樣把死人口 金老闆, 你別相信他 他雖然是警察 但是監守自道的, 凡子也要抽水 不僅僅, 他一生暗鼻 還有在這裡說腳 金老闆, 你別聽他胡說 監守自道的那個是他 整身的命的那個是他 還有, 他們兩個 嫖到一旁, 讓人都齊 這是什麼事? 你別再說了 你別再說了, 也不是的 好了… 你們三個不用再說了 至於你們三個是什麼人 我會找人去查 還有, 現在很多應徵者陸續有例 不如這樣吧, 你們三個先回去 到時候合適的 我找人去通知你們再來 好, 好, 金老闆 東黑 請, 你三個先走 走吧 好吃 好, 來, 弄… 老闆, 誰同意你坐下來的? 彈開吧 三菜 八哥, 熱什麼? 聽了一鐘 好, 馬上到… 來, 八哥, 艇祭竹臘嘴上 熱了, 慢慢吃 對了, 噴得下的就大口噴 噴不下的就不要死噴了 吃不吃得下的就吃過才知道 不過有些人好 表面上我說不吃 又說男人要頂天立地 打死也不做這個上門女婿 要對得起列祖列宗 誰知道今早倒尿這麼早 就去金吉老闆排隊應徵了 這些叫兵不厭詐 我們說不去做上門女婿 你就相信了嗎? 困你, 傻子 誰不想小睡了十年做有錢人 瘋了 就是了, 你憑什麼跟我們爭 沒有的, 我也要照顧自己的死樣 我們畢竟是高級紀務人員 跟我們爭 這些人嘴唇嘴唇, 吃東西都不自在 走吧… 對了, 我胃口 各位, 姓魏老闆 先把菜餐廳 有此理, 你經常吃八卦餐? 在這碗冷飯吃, 一定吃了背脊落 瘋了 八哥 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不是八卦 我無意中聽到你們說話 其實你是否想做上門女婿 只要你肯做, 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有什麼用 老闆說一句 我高大就高大那三六九 英俊又英俊又一四七, 是不是? 但是我一個人而已 我怎麼跟他們倆合作呢? 你看你的死人, 那就死了 輸人不輸陣 你還沒牙齒, 已經死到火了 你怎麼跟他們鬥呢? 現在娶老婆不是打架, 不是靠兇 你也說自己又高大又英俊 這件事你贏了一個馬位 你再加一兩千肉緊去 給多點誠意, 想好你的未來愛苦 那你就有運行了 金老闆, 這支心補身益氣都適合你 少許意思, 不成經意 是呀, 坐坐坐… 謝謝… 金老闆 金老闆 補身益氣一定要名貴的高麗心才有效 這些一般人心, 沒用的 這裡少許意思, 不成敬意 鄭先生, 你對心真的挺有研究 謝謝… 金老闆, 我對心不得有研究 對食物也很有研究 吃就吃, 有什麼好研究 不懂就不要跟別人說 像你那些粗人一樣 吃東西雜雜, 像豬一樣 對食物怎麼會有研究呢? 是呀 鄭先生, 告訴我一些研究 對山珍海味… 糟了, 事實這麼早就… 我心無機會了 也有很多東西 鄭先生, 我很感謝你來的禮物 還有你教了我這麼多的食經 什麼事嗎… 來…這封禮小姐, 你收起來 謝謝… 現在看來我和你都沒什麼聯絡 你不用再來了 馬姐, 送客 好, 湯先生, 請 我一吃一吃, 吃到我已經不得了 看來我還是問的 金老闆, 我還是先走了 你何必這麼急, 年輕人 來…我們坐坐, 繼續聊聊 不是呀, 金老闆 我為人不懂得吃 我們金家招女婿 不是招了他們經常說喝說吃的 酒囊飯袋嘛 金老闆說得對 你知道嗎 那個死人147以為我欺負他 所以他現在跟手足說 全力撐369, 砌下我 那我罵舅, 別說我不提你 他一定會用鵪招音你一鑊 你自己聰聰聰聰聰聰聰 我不用你說嗎 所以現在就請你吃宵夜 找你幫我打招 金老闆, 對你的印象非常好 這是好的開始 所以你要打蛇除棍上 千萬不要讓369進入位 為了免得擁長夢多 不, 你從金小姐那裡下手 小姑娘, 去哪裡? 你和我一起喝酒吧, 去吧 你想怎麼樣? 去吧 放開我, 我不認識你的 放開我 你又像是光天快之下 調起梁家婦女, 睡覺了嗎? 是 怎麼了? 怎麼了? 小姐, 不用怕 不用怕 你不是金小姐嗎? 這麼巧, 金小姐 你不買? 不要打 不要打, 別打 不要打 不要打 站在地上 我沒事 你… 金小姐, 你沒事吧? 沒事 小姐 阿狗, 為何你在這兒? 七哥, 你來醒我 這樣都被你踢飽 五八歲的英雄救命這條爛轎? 廣州神譚, 得去完 那隻鹽仔和西玉在紫紫浸泡群 我就知道他們倆行不得了 你力氣得不得了 你卻撐了那個爛轎是誰 收藏了那個爛轎 所以七哥不是百姊, 到時候 等二百姊的爛轎打到豬頭 你再用五姊, 英雄救命 金小姐, 你沒事吧? 你放心, 有我三六九在 誰都不能在這裡搞搞 你… 怎麼了? 開槍打死你 九哥, 救救我 錢我還給你, 我不想死 你還給我, 我不認識你 不用炸掉了, 之前我叫你打顏色 原來你真的是合起來的 九哥, 何止你突然這麼好打了 原來是合起來的 好痛啊 金小姐, 開手… 好痛啊, 金小姐 好痛啊, 我就在醫院幫我 我暈倒了 兄弟, 送給你的 這麼客氣啊, 謝謝我 謝謝…八哥 恭喜你, 要做到金家女婿了 恭喜你 客氣… 不過可惜, 這裡只有你和我兩個人 但是我還有兩份口禮 不知道要送給誰 不如送給你 謝謝, 多謝 嚴仔, 你不太過分 七哥, 你這麼大份 我看不見你, 真的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你怎麼不斷繞你呢? 三分顏色上大紅, 是不是? 阿九, 我跟你說 你不要再打我 什麼? 什麼?你馬上送牛夫人去火車閘 誰…張富貴, 是不是? 我勞勞你 以後這些粗重的事 勞勞你自己做 跟你說, 這是牛局長的命令 黃蝦, 是不是?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牛局長每次都找你做的 只不過你老點我而已 什麼… 你就是連上司的命令也不聽, 是不是? 好 我跟盧水說, 鄧你東姑 我比鄧東姑害怕 你省一點吧 我這次早就已經提了辭職信了 從今以後, 我是這間有錢女婿 不用再受你們兩個奇妮怪的氣 是嗎? 但是那隻鴿子 大白珠, 發瘋狗, 豬狗不圓 你…你怎麼跟我們打壇 結婚籌備的事, 我們都弄得七七八八了 在這裡我先重複一下 你入罪我們金家 你一定要好好地對待家人 請兩位放心 我一定牙齒當金洗 服侍到兩位能夠合照 那這份協議你簽了 挺厚的 家中不得請罵者 所有家務本人一律承擔 不可虧望其他女人 睡覺時不得打鼻罕 未經同意, 不得同房 還有 還有? 當然了, 她是我們金家的金波羅 你又入罪了之後 冬天你一上床跟她暖腳 夏天的時候, 你替她潑線頭涼 還有, 你一定要三重四德 對外表女人不能看, 不能碰 一經發言, 送你出去 有罪監 這些規矩有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 但是, 你倆都過同一 到時的家產都是我的 對外公主, 阿賊 撞鬼了 叫你抬燈, 折手折腳 大力一點 阿狗 撞鬼了, 這麼大力 要不要洗塵 那你說要大力一點 莫嘴? 解僱你了 不用關心 欣賞, 替我請十哥本人回來 你整個大媽不請人的 現在何時輪到你出聲 我是大當家 我作主,我又請幾個又幾個 我請到二十個,又像你 施贏生 大姑爺什麼事? 最近盆生意怎麼樣? 最近盆生意非常非常非常好 簡直是豬籠入水 我又叫你少 明天,我找到律師犯人了 我要跟她離婚 渣 什麼?你會跟我離婚? 你結婚時說過… 閉嘴吧,離婚時 來,過來幫我捲腳 這麼長?不理我吧 好…你們三個,把我扔出去 准备 好… 當然沒問題 沒問題就簽了 好,簽… 好,簽了就好了,簽了就好了 對了,明天不如叫人家回家 接著父母出來吧 好啊 好啊,好啊 等等,誰是父母? 就是我爺爺媽媽 你要照顧他們的 不過你還沒死嗎? 猜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挺長壽的 是呀 當然了,我們甘家的人都特別長壽 我泰國泰國還在,他已經八幾歲了 而且生產還很好 不如一起接吻出來吧 好啊 好啊 飛鎖同堂? 老公,怎麼搞成這樣? 對呀,這麼年輕 道哥,你還有甚麼要說? 真的猜不到白頭人送黑頭人 不是啦, 我們已經百歲人了 怎麼這麼生敏 你…你五十歲還沒到 你一股頭勤了 志祖, 我入醉了你們感架之後 天天都夜睡早起, 夜夜哭 想不死也難了 老公… 你沒甚麼吧? 我當然有事 不, 你不如找他來吧 我受不了 他不補地地, 為甚麼偏掛 不怕老實跟你說 我入醉過來也是為了小混蛋十年 如果下半輩子都要做馬 我不如回去做警察仔好過吧 白天 我呢?你怎麼走?走我走 你怎麼走? 別擔心我, 我還要找局長 找局長的信 你… 行了…我會按照你的吩咐做 為甚麼這麼沉氣 後天接車嘛 知道了, 我一定會好好招呼他 甚麼?你不能回來? 徐大海說官話的, 我不行 要找翻譯的, 那就真的要… 好吧…你早點回來 行…我搞定他, 就這樣 炳哥, 找翻譯嗎? 你這個臭小子, 偷聽我說電話 不…我不是有心偷聽的 我打算交租上來給你, 剛好聽到 可能上天也幫你 你要官話翻譯的, 大個站在這裡 你? 怎麼了?不相信我嗎? 我的光花, 好厲害 好厲害… 聽你的聲譚就知道你不地道 不然衝大頭鬼了, 放得了糟 走吧… 去哪裡找翻譯呢? 真的嗎? 行了…麻煩了… 阿陳, 你怎麼搞的? 介紹每個人都這麼兇 不是官話說不好就不會說白話 還有一個… 官話… 這個體育挺老成的 你行嗎?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不是葡萄, 倒吐葡萄皮 不幾流利, 廣燈 母親老闆被給錢人工呢? 那你要多少錢啊? 兩萬一個鐘啊 你說, 兩萬一個鐘? 是我的居民的 兩萬一個鐘啊? 沒把刀你搶啊, 爸 幹嘛搶送醫啊? 這叫露劍不貧, 拔刀相助 我看不慣你蒙人 那就照普通不相為謀了 Good bye 這人錯了 你怎麼會來的? 我今晚走過而已 幸好我走過, 否則被人困了 平時我都是八萬元一天的 他兩萬一個鐘啊 真是想創他 炳叔, 明天要用人了 臨骨臨亡, 我是認真的 你鬼姓 新人菜 你怎麼經常跟人做翻譯 炳叔, 找他就行了 他? 你沒聽嗎? 好… 什麼? 濕碎吧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 倒吐葡萄皮 真壞, 今天做甚麼 為甚麼念得這麼努力 平哥, 我中文、洋文、官話飯飯店 我那次在你家是故意的 不是的 對著廣府人要用廣府口音的官話 對著北方人要用這個不方的官話 只要你一用他有家鄉口音的官話 跟他聊天, 馬上跟你摸肩膀 是嗎? 他說的有道理 是嗎? 是… 既然陳說你行 是, 讓你嘗嘗吧 那那些介紹費呢 陳, 你介紹過誰來的? 他 他又說你介紹? 你不聽他還說嗎? 他說自己無語中走過而已 拜託你, 我還認識很久 他是我的租客 真的嗎? 可以拿我的介紹費去哪裡 慢慢喝吧, 這菜是我的 就這樣吧 今晚去我家, 我具體跟你再談 好嗎? 好嗎? 太子冰做事, 工資也有多要求 跟他做, 我被也圍不回 說又說, 貼錢你也跟他做翻譯 為什麼? 你不知道 你知道太子冰跟誰做生意嗎? 不放手庫除大海 有錢人嘛, 只要讓我多賣他身 那我就發財了 太貼錢了 也許你說那幾句 我跟他練了一整晚 你才說成這樣 真的跟他做翻譯行不行嗎? 我聰明, 會收拾… 來, 喝茶… 出來沒有?很累 舉高一點吧 做這麼多事, 滲到樹葉都落 真的不用做了嗎? 有人出來… 舉高一點… 你就是… 湯老闆 我不姓, 他才姓 好… 謝謝, 湯老闆 謝謝… 徐老闆是嗎? 狗羊… 他說狗羊… 誰是狗羊? 他說狗羊… 這個不是狗羊嗎? 對呀, 你是狗羊 混蛋… 怎麼一見面就罵人呢? 我… 你有沒有說錯話? 你有沒有得罪人啊? 沒有啊, 你說狗羊我就發財咯 狗羊大明又沒錯 我這… 哦… 你說的是狗羊大明 狗羊大明… 我說你這嘴皮子不太厉害吧 應該把那舌頭捋一捋再說謊啊 不要說那麼多了, 免得在那吹風 請他吃飯, 跟他洗塵啊 唐老闆說別在那吹風了 我們去洗塵 洗塵, 洗塵 哦… 你是幫我接風洗塵? 對對對對對 吃飯 對對對 謝謝謝謝 你們廣東話真是不好聽啊 謝謝 嘗嘗嘗嘗嘗 人家老實說啊 吃在廣州吃在廣州真是名不虛傳啊 這都是廣州很有特色的 蝦稿啊 叉燒包啊 都是很聰明的 你說什麼 這個叫蝦稿 這叫什麼燒包 是啊 這都是典型的名字 好呀啊 好呀 你說… 你告訴我, 只要你老人家喜歡吃 隨便點 唐老闆哥, 只要你老人渣示範 隨便點你吃 你找我叫什麼? 老人渣? 是啊 你竟敢說我是老人渣? 是啊, 老人渣 老人渣 不要… 他不喜歡叫他老人家就不叫了 好… 是啊, 他不喜歡叫他老 你不是老人渣 他才是老人渣 這就對了 對 你們也吃 吃… 不錯 你告訴他吧 廣東有很多名菜 他喜歡吃什麼儘管開口 好… 譚老闆說 我們這裡有很多好適的東西 你想吃什麼儘管叫 說什麼? 吃什麼?喜歡吃什麼儘管點 我明白… 點 吃什麼… 你們想吃什麼? 白水養桃 怎麼樣 怎麼樣? 喂… 你是不是想吃什麼? 你喜歡… 我明白嗎? 我明白嗎? 等等… 等等… 老闆, 你要吃的白雲居手來了 什麼? 白雲居手 我要的是白水羊頭 你能出手幹嘛? 你是傻呀還是大腦進水啊 喂喂喂 搞醜啊 我搞醜對吧 算了算了算了 我先嚐嚐再說 好瘋子 不錯啊 這叫什麼? 白雲豬手 豬手 不過… 非耳不膩 雌? 尺醇流香 肉質鮮美 不過 這個嘛 不錯 我給你也不錯 不錯不錯 哎呀 如果我的侄女在這就好了 我侄女最喜歡吃豬手了, 齊女 現在打仗, 要不打仗 我和我侄女天天吃豬手 不是, 怎麼吃一吃這個麵口 焦了那個麵 她說她喜歡一個妓女 那個妓女很漂亮, 很喜歡吃豬手 可惜打仗的時候, 死鬼了 看不出徐老闆是挺有情的 而且很直 北方人都是這樣, 很直的 老闆, 她開明居馬提妓女 是不是暗示我們 是嗎? 既然她開得到口, 承傳她 好… 徐老闆, 先吃東西, 先吃 吃好了, 我帶你一個好好玩的地方 來, 吃 來, 吃 來, 喝 來, 喝, 喝, 喝 來, 敬你一瓶 好多一瓶 來, 來, 你喝 來, 徐老闆 徐老闆, 徐老闆 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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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四卦, 這是西卦 是西卦 你真是太鬱了 我真是把你記住了 謝謝… 西洋蔡, 你這個寬話不太棒 不算啊…不算, 挺好… 你當我是龍仔嗎? 不要了…我換人就換人了 飛哥,不要了,用衣服不如用衣服 給個機會… 沒得談 不是…飛哥,你聽我聽 老闆 你不是徐老闆的伙計? 我問老闆明天請你吃飯 什麼? 徐老闆說請你吃飯 我問老闆明天 好啊…我一定得到 他去… 你,我們老闆吩咐,要你一起去 什麼?要邁我去嗎? 對,去…我去 謝謝…謝謝徐老闆 小心樓梯… 你的西洋菜,你在我背後做了什麼 沒有 沒有?徐老闆會請你去吃飯? 那可能我服侍他舒服 他喜歡我,就請我 我真的沒有教授動作 徐老闆這麼看得你氣? 好,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已經查到了 徐老闆有一批貨 我自己問了一個光盤 這一批是緊缺的藥材 如果我們拿到手 你這趟就發了 我志在必得 你一定要替我努力做好它 知道嗎? 放心,我替你解決它 哥哥… 看老闆,行… 來…來,喝… 男子恨大,讓我喝酒喝 別想喝酒喝的 你商議,談談商議才行 來… 去那把車吧 我們當商議怎麼樣? 我們當商議 什麼商議? 你乾門那批貨啊? 乾門? 你乾門? 我乾門那批貨,你要… 只要是徐老闆那批貨,我什麼都要 那叫… 薑…薑…薑… 薑…薑… 薑… 什麼時候呢? 只要是徐老闆的貨,都是好貨 我們全部都要 你全部都喝了,你的 好… 你叫我 好… 他出的貨給我們 很給我們 我問一下價錢 行嗎? 好… 好… 徐老闆 價錢方面,有沒有得好商量? 價錢? 價錢要優惠 好… 好… 優惠 他給優惠… 借 多少錢… 價錢嗎? 借多少錢? 借多少錢? 一千萬 一千萬? 你平什麼這麼重要? 有我享度,有享度才這麼便宜 我沒錢,只有有錢 我早就把貨打批貨 別吵架,你別吵架 我先談,你做翻譯的 別吵架,不怕你了 免得夜長夢多 一千萬 快點… 下鏡… 來…一百萬,先下鏡 去吧… 這是一百萬的訂金 這皮膚我們要 這是唐老闆給我訂金一百萬 對… 這皮膚我要 不… 給你七百多月吧 那我先收… 給你們寫個手條 好…給寫個手條 給寫個手條 給寫我的七月 幾十千月 千月好吧… 明天也有一點 明天… 明天…明天就行了 明天就行了 好… 那好吧 那…不打擾了 請問… 先收拾… 先收拾… 收拾… 收拾… 我先收拾… 好… 好… 謝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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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你開價七千萬 他們竟然不還價 還以為撿得便宜的樣子 互相說得一通了語 就笑得定心 怕不怕這理念有詐 他敢 如果他要是敢跟我刷花樣 老闆就閉嘴 兵哥 這次幸運得我 你賺到錢,別忘記我 行了 徐老闆 請坐… 唐老闆 瞧… 好…合同呢 讓手下已經做好了 你們瞧瞧 如果沒什麼問題的話 請請簽個字吧 什麼… 什麼… 他準備了合約 簽字就行了 好… 謝謝… 謝謝… 徐老闆 你…你真是神臭 真是… 我… 師父… 先說我來… 怎樣? 簽不得了? 為何這裡寫七千萬? 一千萬也寫七千萬的 崔老闆 師父… 那金牙搞錯了? 搞錯了? 你… 不… 我當時聽你說是一千萬 不是七千萬嗎? 一千萬? 明明是七千萬怎麼變一千萬 七呀? 喂… 師父 你看他手勢 誰然你懂得看 真是說七千萬 你怎麼聽啊?怎麼做事啊? 崔老闆 可能我當時聽錯了 這個價錢可不可以改一改 改? 恐怕你還不太了解我 我這個人做生意 從來是說一不二的 那是怎樣呢? 他真的要七千萬 七千萬? 那就是拿了我的身家 無論以後你怎麼好 你又搞定他 崔老闆 這次真是我的錯… 要不這樣 我的合同重新簽過 重新簽過 重新簽過 好不好? 這個合同簽不簽是你們的問題 不過你們的定金已經交了 如果不簽的話 定金我可能不退 啊? 你這怎麼樣? 這…這電視說呢 如果我們不簽這個合同 突然間不能退 那你… 不要…他們人多 不要…不要犯罪… 裏老闆 我們大家都是基基人 啊不是?萬私有相量 每個一百萬定金 可不可以要… 推回給我們 喂… 查看我就不客氣了 走 裏老闆… 萬私有相量… 快去 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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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脫你的死人頭嗎?還要脫脫 你呀,我這麼大的頭別讓人戴這麼大 你也沒有了,對吧? 又說什麼都會,你弄出這個大頭髮 我不管你那麼多 那一百萬,你一定會還給我 那一百萬,我怎麼給你? 你瘋了嗎? 你…我…現在也沒過 不是,你太好了 你不可能不可能 你不會是你… 你… 你不可以… 你…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 你自… 感谢观看